空军再报共谍案 少校战资官郝志雄被收买 涉嫌将E2K空中预警机等军事机密 交付台商送到中国 今天国安局长蔡德胜 赴立法院就明年度的工作目标备寻 不过立委要求国安单位必须要加强速谍 不止军事层面 经济安全也要纳入考量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国安单位明年度预算 立委首先关切的 司马政府2008年上任至今 一共发生的27起重大共谍案 每一阵子就出现了共谍案 前阵子还有一个海军的这位中校 被判了无企图形 你们跟国防部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的管道 有没有告诉他们 你们要加强保密防谍的工作 总统都很重视保防这个业务的重要 所以你也知道国防部最近要把金钟 原来猜测的环球报总队把它恢复 真的要强化的非常多 尤其是军人 保家卫国到最后出卖自己的国家 这真的很糟糕 但是你们那边如果什么情之 其实应该加强跟国防部之间的联系 间谍这个器官 我们是统合 在局里面把所有的单位一起 共同来 发现现主就共同来侦办 所以我们是一体的 行动是一体的 除了军事立委指出 中共对台间谍工作逐渐转为商业渗透 经济安全也必须纳入国安考量 其实中共对我们台湾的那个间谍工作 其实都转换了嘛 就讲商业好了 其实在去年的10月15号 友达它的关键技术 有极发光二极体 它有两名高阶的主管 就泄密给大陆的企业 9月以来 中共实施使命2013AB军演 及黄海士兵实弹演习 对象都以台湾作为假想目标 朝野立委忧心 无论是虚拟或实体战争 军事 民间与经济层面的速碟工作 不能放松 新团人也台电视 陈定教 张明竹 台湾特报道